欲所未见,奥迪巴家族 本节目由一期大众奥迪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健康睡眠开创者穆斯特约赞助播出 我觉得深圳像是一个神器般存在的城市 40年的时间从一片像小渔村一样的地方 发展到这样现代化的很新的一个城市 她是一个小渔村 但又是个敏感的连接香港跟大陆的一个中南站 她比她的年纪其实要单纯的多 甚至好奇心,我觉得比我都重 怎么,你要上抖音,要上直播 我很任性的,这个我很清楚 我说你不来,我们日子又不过了 然后她就来了 她很害羞的 我在这大众广听之下,你不害羞吗 我不害羞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问过她 你是个实在人吗 她说,珠峰是我一步一个脚印爬下去的 你说我实不实在 日出日落 没有人会一直在那泡沫线的高点上 你来了,你经历了,你感受了 你被影响了,你也得影响别人 不是很好吗 你现在办公室里面变成什么样了,外头 我好久没去了 登机盘还插着呢 在什么呀,哦,信封啊 你有地方放吗 有 好,这就到了万科的总部 这边是进门 我们首先从这个院子开始 你对万科现在做的这种环保,你满意吗 你是说我在期间呢,还是我离开万科之后呢 我就一直以来嘛,因为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呀 满意说不上,但至少来讲呢 作为万科的文化一部分 我们文化就让建筑赞美生命 所以在生命呢,如果我们把地球比出生物体生命来讲 地球也是一个生命的 那如何来保护这个地球 如何保护人类生存这个环境 如何我们自己来做,万科还在努力 这首先这个大厦的设计 你会发现呢,它是通透的 四周全是通透的 像整个这个建筑呢,十几万平方米呢 是用这种旋拉索的技术 就把它旋拉起来,就旋到空中 我们知道一个大厦它分非常高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阻挡 你比如说,山上的风到这来了 这个建筑它一条的像个墙 海上的风上来呢,也给挡住了 所以对微环境是受到影响的 为了不影响这周边那个环境 所以设计这样一个建筑 所以你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 在悬浮起来的 在悬浮起来的建筑 这个是在建筑上这么大体量的呢 应该这还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吧 你曾经说过说你参加了哥本哈根大会 那是影响你后半生的一个会议 我就很想知道说 到底从那会议上感受到了什么 哥本哈根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参加 联合国的气候动营大会 那次大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呢 整个环保组织都不乐观 所谓不乐观呢 主要是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就不会在这个这次会议进行承诺 因为这两国家的碳排放 占了全球碳排放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参加大会议呢 就承诺在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的强度 减少到百分之 我记得很非常清楚 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 虽然是增加还得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放慢了 这个承诺呢 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 就是你必须要提高这样的生产效率 这样通过增加提高生产效率呢 减少化石的能源呢 达到这样碳减排的强度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全世界宣布 在这个时我就知道 中国真正的讲环保 讲低碳排放的春天来了 但是我们面对人类命运功能底的 唯一能联手在一块的 就是如果对应其中变化 我登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但是锁到这处呢 会看到那里的冰川呢 都在迅速地融化 地球是在变暖吗 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 我的回答是Yes 我们已经没有后悔的时间 必须要节省木材 必须要节省水源 必须要节省电力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 天空费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成立的 人物是一切的 每个人栋子 都能够重新的 进入彩排放 角彩排放 我们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饭 到我们的地球 成立的 年代 最大的一种 創作的 改变更大的 从国家的政策上 中国的30-60历史是我们的国家的承担 和国家的担心 过去来讲说我们搞探检牌那是西方的阴谋 那西方要卖高科技 阻担我们的 他们排放了200年 为什么让我来承担 我们才排放了30年 这是过去的论调 但09年之后一直说 我们应该承担责事 我们应该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一块来承担 在之后我们看到了 共和党的川普上台之后 就否定了把李宁夫就全部撤出来 就是去年的9月份 习近平主席对外再一次公布 说我们继续承诺 而且承诺就是30-60就这样出来的 我们30坦达峰 我们60总和平方 所以就我来看呢 你是一种责任感 我觉得恰好这是一个企业家 你有没有眼光 有没有定力 区别所在 你都不认识了这儿是吧 真的不认识了 你都不认识了这儿是吧 你看 你看 万科 这是万科在深圳呢 买的第一栋物业 就这栋物业 你看 你看从这个还可以看到 这厂房的痕迹 整体的建筑 还有厂房的痕迹 实际上本身这个厂房 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最早的时候 这都坐万科总部 万科整个整个楼 就坐万科总部 你是80年代出来的深圳 当时我看过照片 深圳的基本上 都是那种小平房 或者有楼也不多的 而且都是那种 好像是山路一样的 但是你在看今天的深圳 其实用了差不多 40年的时间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你是一个过来人 我觉得你还行 还没有趴在沙滩上 你会给大家一些 什么心态上的建议吗 我不给你们什么建议 现在这个后浪推前浪的时代 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忠状 现在就是说你们后浪 对我们前浪有什么更高 不听你们的忠告 我们即刻就被你们拍到沙滩上 就是很多你们心态比较急 一夜暴富 那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不是年轻人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 我太浮躁了 这个到这个年轻 这个年轻这样做事 没有点浮躁 那就不正常了 但是 我没有觉得你不正常 那就间接肯定 还是有浮躁存在了 那 因为你已经 可以说盖棺定论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盖棺定论 我还没死呢 不不 盖棺定论说不上 好吧 就是说大家可以定义说 老王是一个 这个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个 这个领袖式的人物 可以媒体这么去说了 曾经吧 但是你现在又再出来再创业 你会不会觉得有人会说 哎呀 王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哪是现在 早过去了 比较密切的人会说 哎呦 过去的万宝之争 这两年里 对你经历是非常非常至暗的时刻吧 我说那怎么能算是 我说那不是 那什么是呢 就我个人经历来讲 是2008年的本川大地震 就往往可能不了解你的人 觉得你性格其实是比较张扬的 嗯 但是我认识的你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低调 很朴实的一个人 嗯 但是时不时的你也会处在一些 舆论的漩涡里头 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舆论的评价 当然很不平衡了 刚开始也不大适应 嗯 非常急切 觉得委屈 要解释啊 要表现啊 但慢慢你才发现 这样一个舆论厂 很多来讲是没有用的 这名人就像那公器 公器是什么公公器车 是吧 上去了坐着很舒服 也可以说哎呦不错 也可以爬土一口坛 走人了 今天车怎么这么颠簸呀 这句话我觉得是挺受用的 你不能享受的时候 哎你觉得很好 那别人是攻击你 哎 就是甚至慢慢讨厌你的时候 你却很委屈 不应该的 所以这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嗯 那当然 嗯 还有有的时候这个冲击呢 非常非常之大 甚至冲击到了已经对你的价值观啊 受到影响 对你判断受到影响的时候 那个挑战呢 那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嗯 比如说08年 嗯 因为 嗯 我其实没经历过这种舆论的风浪 但自从认识你之后呢 我就有时候也会处于这个舆论的这个漩涡当中 然后呢 这个这个基本上我也会成为另外一个靶子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你也体会到这里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冷暖 的冷暖 这个这个是变成好的一个成长啊 来一个人给你们登门来上课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你抢头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记得了吗 我在家里有叫做胡洛平川区 哈哈哈哈 他在过大大过坛 其实应该怎么会 跟他一起玩啊 再次我再次想要谢谢 我作为社会 给了我这种荣誉的荣誉 我想要谢谢我妻子和我 为我来到新亚与我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女性力量的崛起 你是怎么定义独立女性的 那当然首先她是个人的思想啊 自己的独立见解啊 但是第二来讲呢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商品社会当中 当然经济独立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为你只有经济的独立 你才能可以坚持你的 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你的思想啊 才能是有独立的人格嘛 那你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吗 当然是 那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不是呢 这个每个人有每人自己认知的权利嘛 但是我其实想说独立女性 不是标榜说我是一个独立女性 其实我想鼓励更多的人 有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人格 当然还有独立的经济 我希望就无论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仍然可以保持这几样的独立性 这是我一直说我是独立女性 但是我每次一说 它是这样啊 它是这样 所谓的独立的都没有 说完全是孤独的独立的 你依靠谁了 或者再说的是盖身上 你依赖谁了 实际上这个和独立女性 它不是个等同词 我们现在往往把这个混同了 这个不能就是从独立上更多的是强调 就是我谁都没有关系 这没有意义 除非咱俩没任何关系 你想啊 咱们是有关系 而有关系现在是夫妻关系 你不要太过意强调 这个我就是谁都不依靠 我就是谁都没关系 你怎么能 没法摆脱的 是不是 没法摆脱的 你用去解释吗 你不用去解释 因为你不是来证明给谁的 你这是证明你自己的 你能证明自己就行了 老王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去做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 他永远去寻找那些他还没做过的事情 不拘泥于现有的成功 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 进取 唱变 挑战 奥迪巴家族这几个关键词 可以很好地描述他的人生 其实很多人都会把你当做偶像 你自己会觉得你是偶像吗 我自己觉得 我当然自己的不舒服 今天读书会上呢 就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 我很自律 你是怎么保持自己的自律呢 保持自律 你会有两种态度 一种呢自我放弃 自保自弃 自保自弃 第二种来讲你是 自强不弃 那你说如果一定要争取找到一个你比别人强的地方 一直努力到15年 在泰国一次赛艇的大赛上 一个这方面的运动专家 对我进行全身进行测量 得出结论是 我是特别适合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滑赛艇运动员 所以从那开始你就没完没了的滑赛艇了吗 之后你想想 当然 就选不上跳高跳远 不是 如果我没有这么努力 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你不要放弃 说就是因为你自卑 但是你没放弃努力 第二个由于你的自律 你坚持这样做 给了你很大的个自由 自卑产生的动力 对 梅成在七发里说 未见涛之行 续然足以害 我们如果等着未知到来 那就永远无法驾驭自己的未来 正如奥迪巴家族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寓所未见 和老王很契合 你会觉得哪一段经历 如果现在让你回忆起来 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 哇 这段经历太美好 我希望最满意的还在后面 但是慢慢做慢慢做 找到感觉 找到了自己 你在深圳 这是你选择的 这是你选择的 当然你创业 你非常非常艰苦 可能熬不下去了 你就告诫自己 你放弃了 你会不会后悔 那我没有放弃 我怕我后悔 那我 1011年 我到哈佛去 在别人看来都很光彩 当然有很多人不相信 说你装什么鸭挺 60岁 跑哈佛去 那有老年大学 那有中文大学 你跑那去 但对我来讲 那是新的挑战 挑战当中 真的是熬不下去的 我是想抱歧 熬到什么程度了 不到一个月就得拔牙 因为牙周发炎 牙疼啊 顶不住啊 拔牙 再过一个月 又得拔牙 我想想 我在这样 我牙得拔光的 真想忘记 但是就是一个说 放弃你会不会后悔 你60岁后悔 你不可能63岁再重来 就坚持下来了 人生呢 就说不上你最满意 就回忆 我觉得哪一段 我都挺满意的 每一天 对我来讲都很陌生 在哪里 在哪里 在莲花 1995年吧 那医生针断呢 我腰椎四个之间 长了血管瘤 那是四十多岁的时候 对那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吧 那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因为当时疼的就是 就是坐卧不安嘛 睡觉疼醒 要吃指动片都止不住 说如果处理不好呢 就是我可能会下肢瘫痪 压迫神经 我那儿还有 我记得非常久我喜欢提足球 喜欢各种户外的运动 那医生说什么提足球啊 最少不要是肢体碰撞的运动 都要停止 甚至你走路都要减少 我听了那个言外之意呢 就是 你已经最好是 就是坐轮椅了 那我觉得 我还没瘫痪 已经你宣布我瘫痪了 所以我做了个决定 我瘫痪之前 我看我能不能先做点 我想做的事情 当时一个就是 我想去趟西藏 我想去看看珠峰 没想到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还没瘫痪 所以我只能这样说 人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动物 它是 精神是非常起的一个作用的 它可能发生某种变化 你都不知道了 就很多人问我说 登山登了十年 实际上就是从48岁 登到58岁吧 整个这十年 说对我收获最大的什么呢 我收获最大的就是 我学会了面对死亡 我现在身后的就是珠峰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珠峰 那我记得第一次来登山的时候 2003年 那时候呢 没有太讲到这样登山的环保 实际上52年呢 第一次来登顶珠峰之后呢 陆陆续越来越多的 全世界的登山的 都是来登山 聚集在这里 最近就在雪山呢 上到也一起来的 8700吨的垃圾吧 那我们知道 喜马拉雅山系呢 它本身是 亚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水源的发源地 由于这样的环境的破坏 水源地也不再受到了 这样的不同程度的污染 2010年呢 再次登珠峰呢 就完全是环保登山 不来把任何垃圾 留在我们盆登的环境 都要带下去 在北坡呢 又组织了一支专业的队伍呢 在高海拔的 八千米上的位置上 扔的垃圾呢 再给它剪下来 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我们应该有所行动 我们现在是在 红树林保护区 红树林呢 是在深圳的大陆和海岸的 连接处的一种水生植物 现在我们讲的气候都有变化 红树林呢 这就像我森林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来互摊的 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每个人都会梦想自己 心目中的汽车的样子 那我就很想知道 你心目中汽车是什么样的呀 还怎么说呢 要扎实 同时要拥有时尚元素 在细节处体现更多的设计和品质 希望车本身给我一种新鲜的 充满挑战的感觉 好 同学们好 大家好 我做这个红树林保护呢 做了十几年了 在应该这方面还是有些经验 我想说一点呢 它因为靠着海岸 有河的地方呢 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 那适合人的居住就发展 比如说我们深圳 我们就开始叫侵占红树林的地方 建鱼塘 赚钱呢 把这红树林去砍掉了 再有呢 我干脆就把它填上了 填上就盖高楼了 就是红树林呢 是豪鸟 这个主要的棋树地 就是我们现在看着红树林 应该说在三十年前规划 是要把它规划成机场的 那你想一想 如果这些红树林全破坏掉了 它们到哪呢 你看这城市就是这种森林 就是你看到深圳的这个天际线啊 四十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变化 这是没想到的 不仅是天际线 这个城市的发展 GDP 个人 这个变化都是没想到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深圳 当时建立特区 给一个选择市场经济 给了年轻人发展的机会 那你看到这个机会来了 那就是依然辞职 那是叫下海的 下海那是深圳 看这是深圳的公树林保护区 那你看对面呢 就是这么一个小河湾 对面呢就是香港 香港这地方叫米铺 应该是在90年代 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木树林保护区 那正因为在米铺 木树林保护区的影响下 深圳特区呢 80年代开始规划 那很多的做法经验 都是渐渐以米铺 木树林保护区 实际到现在了 这两个保护区呢 还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联系 好近啊 最近的那个只有75米说 你可就是这样 就是你跳远跳得好呢 一步蹦都可以蹦下去了 那当然 那当然得是比奥赢冠军 还要跳得再远 你觉得40年快吗 40年要说快 很快要说慢也很慢 一眨眼40年过去了 但这一个眨眼呢也是 20小时每天每天要过的 这种经历 艰苦 辛酸 快乐 我个人的变化 深圳的变化 中国的变化 想不到的 你觉得幸运吗 生活在这个时代 非常幸运 四五百年时间 变化的不一定这么大的天翻地覆 那这40年感受到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感到你的生命在延长了 哎呦 这阳光慢慢透露出来了 你怎么评价我 什么我怎么评价你 怎么这都是成问题吗 对啊 我怎么评价是吧 我认识那么多年了 来评价一下 客观 不是 我在这大中广听之下 我来谈我怎么评价你 我不用害羞 我很害羞 我很害羞 我等一下可以直接评价 你不害羞吗 我不害羞 正常吗 有优点有缺点吗 我挺害羞说的 那你就说两个优点 说两个缺点 不就平衡了吗 这和害羞是两回事 不能平衡害羞 我先说你好吧 我觉得老王是我认识的最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最努力工作的人 其实你是外冷内热的一个人 我刚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特烦你 但后来我觉得 其实你不是高傲 你只是不知道 怎么跟陌生人去说话和打交道 哎呦 这反而散啊 没有反而散 我说的是 你天生给人一种距离感 第二点是我觉得 你是我见过做事最有毅力的 现在是比较自律的人 原来今天晚上准备吃麻辣火锅 现在不用吃了 现在你感受到了 改清糖火锅了是吧 你能不能吃了 是不是 快点 我来知道 我会不想吃 我 你 我